新北市文化國小是淡水區網球運動的重點學校 不過學校內原本的網球場場地年久失修 學生還有選手在這裡運動相當危險 新北市議員陳偉傑爭取到教育局補助300多萬元 翻新網球場以及改善周邊的排水工程 完工後校方也開心舉辦祈用典禮 新北市文化國小是淡水區網球運動重點學校 但學校原本裡面的網球場場地坑坑巴巴排水問題多 學生及選手在上面運動也是相當危險 新北市議員陳偉傑第一時間會同教育局辦理現場會堪 申請到教育局的核定全額補助300多萬元的經費 翻新網球場及改善周邊排水工程 一併解決雨天積水不退等問題 並且在今天上午舉辦啟用儀式 而現場網球場上頭還可以看到來自日本藝術家 大石小龜先生的藝術創作作品 那我想學校跟家長們都希望說我們的網球場 可以來做一個全新的一個整修 那也感謝教育局給予我們經費的支持 那我們這個耗資將近300萬的網球場 今天正式完成來啟用 那也感謝我們學校書校長非常用心 請到這個日本插畫家Aki呢來幫這個球場做了一個插畫的裝飾 那也讓我們小孩子在網球場使用上可以更加的活潑 那我們若勳教練很積極的在指導之後 學證成績每年都越來越好 但是我們網球場坑坑巴巴 所以我們跟議員反應之後爭取了這個全新的網球場 但是因為實在是得而來不易 所以我們就動了一個念頭 三年半疫情期間之前有一個助教育局在Akinori上 也是新北市藝術成果展的一個代言人 我們請他從東京大阪來這裡創作 他是全世界非常知名的一個公仔跟QQ版的設計師 所以全校都有他留下來的創作的影子 議員表示 文化國小選手們每天在球場上面揮灑汗水的身影 是獲得網球比賽夾擊的最好證明 同時也必須要有完善的場地才能夠培育運動人才 另外校長也說 網球場周邊環境美化 集合來自日本的藝術家大使小龜的藝術創作 湛藍的網球場 搭配一旁白色鮮明專屬的Q版小小人物 象徵觀眾 在場地兩端設計文化及Archic專屬簽名吧 向溫布頓網球場致敬 也讓網球場保留了一份同心同趣 一年級去參加四圍盃 然後去打二年級組 打到第五名 然後還有那個新北市錦標賽 然後那個團體男生組第二名 我覺得就是現在幫我們那個球場整修好 就對我們幫助很大 因為之前場地就是都坑坑洞洞的 其實對小朋友來說 就是還蠻危險的 啟用典禮除了議員開球之外 也會有文化國小的網球隊表演 而在教練的教導之下 期待改善後的網球場能夠帶給學生們 更好更多的練習經驗 讓學生有更棒的表現 屢創夾擊 記者許端一旦水採訪報導